是类似跟前面这个方法一样 那但是还没有加那个日期部分还是编号 那也就是说我们把刚刚的程式码全部就切 由什么呢?由这个这个部分 就是把一月份的所有栏列通通都超到第四个 第一季里面的所有 那只是说如果说我今天要把它改成 123月的话,特别注意,这个地方稍微有更复杂一些些 各位可以看到在底下这个地方,我又增加一个 再重新再插入个程序,程序名称叫做复制资料的VBA好了 然后呢 其实特别注意,我们上面的这一段程式嘛,其实就是放在这边 应该了解意思吧 那因为呢,我有很多个工作表 对,所以呢,一样的方式就是说在刚刚的栏列回圈外面 再增加一个什么呢?工作表的回圈 因为呢,我今天要把中间的东西超到第四季的话 重复的部分是中间的部分 那我在外面多增加一个什么呢? 其实跟前面的录制剧集的那个部分写的也类似 就是这个S是一个变数 这个S是指的是工作表 那工作表有几个呢? 就是1到序值.com 减1 这减1就是减掉最后面这一个 OK 然后,一样有个NAS 所以 我的习惯一定会有个头一个尾 而且是缩排 这样的话看起来会比较清楚 这个是工作表的回圈 这个是列回圈 这个是蓝回圈 OK 那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呢 我就可以刨 第1 那特别注意 那在上面呢,这个地方是没有指定什么 因为我游标是现在是在1月 所以我这个地方是超的是1月的 那如果说我到第2月第3月的话 那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 要补一个什么呢? 在他的前面 补上一个 哪一个 工作表要超到前面 超到第4季 所以会多一个什么呢? 告诉他现在 是第几个工作表 OK 那其他的话呢 都是一样的 好 那再来的话 就是说呢 我超过去的时候呢 会需要 会遇到一个问题 我 一个1月份全部超过去 没有问题 可是2月份要超到最下面 有没有 这个储存格的最下面哪一列 那会多一个什么呢? 要判断 总共有几列的问题 所以呢 我要怎么知道 这个1月份有总共会有几个 几列的话 那我可以用什么 这个 哪一个工作表 点Range的A1 有没有 其实后面这个 这个地方是一样的 差别只是在前面加一个什么 工作表名称 工作表名称 那会